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奇沃克斯 欢迎来到米奇沃克斯的科技讲坛 随便起了个名字 不好意思啊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主要来测一测 iPhone 跟普通家用照相机的功能评测对比 在我面前放的三台大概是我曾经拥有 甚至现在还是拥有的三台数码相机 分别是两台索尼和一台尼康的 为什么要对比这三个呢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是 首先我是拥有这三部 所以说我不是什么科技评论人会 有人会赞助我 暂时还没有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三台数码相机 究竟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和一些小小的简介 首先第一个赏场的是 我大概是在去年或者前年购买了一款尼康的 叫做Coopix L810 这一款相机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款 家用就是说傻瓜式的照相机 它拥有1600万像素 当然了这个数值要比我们的iPhone要高出一倍 但是结果如何我们还不知道 首先它不是触屏只是很普通的 非常非常普通的一款相机 而且当时它的卖点叫做是26倍的光学变焦 就是可以拉到很近很近很近 接下来出场的是索尼的一部TSC TX1 是一部非常酷的华盖式的家用数码相机 在当时真的是风靡全球 它的华盖色就非常喜欢 金属色 当然是金色 现在流行的土豪金 同时它又拥有超薄机身 当然了这是在当时是真的如此 它还拥有1000万像素 哎 藏在口袋里至少比iPhone6要高了吧 而且呢 它当时的一个卖点就是 背面是触摸式屏幕 接下来出场的是 TX1的升级版TX5 这一款是在隔年也就是说2010年推出的升级版 它增加了一个防水的功能 其余参数变化不是很大 为了评测的公平时间 我把这两款相机呢 都设置在1000万像素的图像模式当中 L810设置成了800万像素收出 好了 一些准备就绪 接下来我们需要我们的模特登场 所以说这次的评测非常简单 我们将会用这个娃娃当作一个模特 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次的视频频道非常的简单 我们内容就是非常 就对比两张照片 一个是从上面拍 下面拍 然后拍完之后 我们将进行两张照片的所有机型的相互对比 所以说我尽量呢会拍的非常的好 但是不一定会怎样 首先我们朝着头发这个角度去拍 你们可以看到它还是会开闪光灯 难道这样的光照调整下 它会觉得很低光照吗 低照频度吗 好了 第二张 因为我可以看到 其实它在拍摄的时候 它已经自身自动呢 侦测为是一个不微距的拍摄环境 那同样它是闪光灯 依旧要 但为了公平起降 我决定重新把闪光灯禁止 ok照片照完 接下来呢我用这一款升级版呢 也就是说一年之后推出的这款照片器 同样在一个 我突然会发现这个有点广角 但是没有关系我不进 好了照完之后 接下来这款尼康相机呢 在我买了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过 但是这一次 终于拍上用场了 哈哈哈哈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拍 拍完了 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iPhone 我用了iPhone去拍照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拍完了 四张照片摆在一起 让我突然觉得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照的 也就是说它们的从颜色色泽来说呢 真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除了右下角稍微暗一点 左上角和右上角有点暗的话 我真的分辨不出来 也就是说它们成效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如果我不把字幕打出来 你可能不会知道哪一款更好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第二张可以看到 几乎啊效果真的是差不多 也就是手机跟它真的 跟家用数码相机的成像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当然了用我最不专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们没有成语白 只有够用和不够用 大家在看完照片之后 心里应该有非常的清楚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iPhone现在发展 或者现在说是一些智能手机的成像效果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三到四年前的 普通家用数码照相机 所以说日后的照相机的趋势 就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是成像越来越清晰 好了本期节目大概到此为止了 在节目最后 米哥希望大家呢 能够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这样的话可以跟米哥互动 在下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评测iPhone 6s Plus 跟 翻反的 照相 对比 还有 4K视频对比 大家期待吗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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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